黃嘉欣博士,我們請代言人楊建宇 當代言人楊縣長 講解的是劉章之可以治療的光及PM2 謝謝 剛才我才看到受益師他做的傳線類子 我在塑班就做溫傳線也是我們正做看 這一個材料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劉章之 劉章之基本上在做藍光是我們第一次發現 對現在目前最流行的沙塵暴 我們也是第一次發現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東西都在申請專利 好 申請專利 因為我以前就在農事所說 我們在做這種材料 因為我們在農事 我們最早是做這種潮藥方向 那我們都有做過農藥檢測 最上面這邊 然後再來做一個配布 他可以修重金屬 然後我們來做一些潮藥 然後後來我們再做一個沉香 沉香我們做完滿成功的 再來做白蘆醇跟柳長絲 這個還有白蘆醇的白子 這個是我們的桑木龍這個材料 讓我們請下一頁 其實桑木龍我想可能在座的同學 可能有些應該看過這個桑木龍 它是台灣本土研的植物 這個來講的話是台灣可食用的植物 是滿有趣的 這個植物來講的話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細胞實驗 它其實對白細胞它就有型責性 因為我有把今天有帶這個材料來玩給鎮理師長 然後他可以給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曾經做過就是做白細胞 它是一點劑量就可以殺出 正常是沒有副殺的 那這個植物我們在台灣以前都當作一個抗癌藥物 那這一個就比較有趣 就是說曾經有這個是一個pear 就是一個把牠老鼠把牠老鼠腳 把牠打進去的時候 牠會腫起來 然後後來腫起來以後 牠使用的是桑木龍 就有發現它的腫起來結果 這個是用一個類似我們 那個人家說的美國現代 結果發現桑木龍用水脆土而已 它的效果跟美國現代是一樣好 你可以一想說 沒想到說這個本土材料也這麼一齊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發現這樣 我們看下一張 那我們對這個植物就很有興趣 我們就搞一個配方 配方搞完以後 我們開始要做一個老鼠實驗 所以今天會給大家分享就是這個點料 那我們把老鼠拔碎以後把它開刀 開刀用三口 用那個熱給牠燙燙 燙燙完以後 我們在圖用的 這兩個東西是一個防腰 就是一個健保級物 對三國最有用的東西 然後這是我們的桑木龍 結果發現牠是三國蜜蜜 而且效果不一樣一趟 重點是這兩個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這三個全部都蜜了起來 那滅起來的時候 重點是怎麼樣 牠會結匣 結匣扣一扣 這兩個會出現 這個一點鹹都沒有 你可以看出來 從植物可以退出這個東西 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就去瞭解牠的細胞試驗 發現牠真的抗發炎 抗發炎 抗發炎用 做一些細菸試驗 它可以看出來 這細菸這麼多的細菸這麼多 這個細菸就減少兩三個 它的抑制力可以達到百分之百以上 我們不能說百分之百多大於99 那當然這個也是用一座 抖一抖像目前叫做沒辦法清除的東西 叫做MSA的布朗球鏡 既然它對它可以抑制的 也抗生度有效 那當然我們就做它兔子 兔子活膜它一點過敏都沒有 所以過期等一下院長 這位理事長會給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OK 我們再看下一張 因為當時我們想說桑烏龍它除了之外 它有其他功效嗎 我們想了解它 所以我們就建立一個model 就是說做一個藍光 這是手機 那基於這個藍光手機的培養劑 我們照它說 後來發現這個實驗是正確的 因為它抗發炎力很強 當時我們就想說桑烏龍它本身是抗癌症 是不是抗發炎 後來見到它有抗發炎 那現在抗發炎是不是對藍光又有抗發炎 後來我們發現症是實驗 這是彈光真的抗向 那既然這個model建議成功 剛好是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我們就想說 目前台灣可能比較流行這個牛杖汁 那我們講牛杖汁有沒有想要做這個東西 我們先想了解 因為我博士論文在做牛杖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台灣本土的牛杖汁的產地在這 這麼大的樹頭在做牛杖汁這個產業 那這一個來講 像我們CNC也種這一個 是給家A的幾顆牛杖樹 那我們就把這個牛杖樹樹驗 做萃取 發現它可以抗氣認得強 然後呢 而且抗發也很好 我們最有趣的地方是一位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CNC做不做癌症 但是我不喜歡做癌症 癌症這個東西很討厭 有效很好 沒有效可能一秒九分 但做COK 我們給癌細胞做實驗 發現它可以抗癌細胞 其實我們沒有評估 想要做用C的 我們看看 但這個來講 我們把這個脆細物也拿給 那個政理師 或許他會給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發現 它其實抗發也能量蠻不錯 這個效果蠻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那當然就是說牛杖汁 大家都很了解 牛杖汁目前的種類有 人工栽品的 白色的 還有磁肥式的 還有真正直屍體 這一個東西 這個是大家都比較熟悉 這個材料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 大家對牛杖汁有個想法 最近不是說 流行牛杖汁有沒有讀 大家都很想說有沒有讀 我也跟大家講話 因為我昨天 前天採地有報告 我是代表衛武部 其他人的報告 那報告說 牛杖汁到底有沒有讀 我們跟大家講話 依照我們自己的 我有沒有接受 差不多我將近有二十幾家的 夜間給我們幫我們做實驗 因為當時你這樣說 牛杖汁有讀 那有讀人想法 我們就會做實驗的話 其實他是真的有風險的 他的風險 我們可以看在心臟 他的胰臟 甚至他的腎臟線 暖巢 但這個風險其實還好 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個風險是屬於 劑量問題 你知道合理的劑量是OK的 第二個 他的風險來講 我們經過一個氣氛試驗 解剖試驗 發現這個劑量來講 是reverse的 是恢復的 在我們的病理下 要變性 所以這個是屬於 你就發現他有問題 提起來 還可以復原的 那我們就想說 既然牛杖汁 他其實是一個有療效的東西 那又有讀的 又有讀就是藥 這樣合理吧 合理就是 藥板就是有一定的劑量 沒有人說這個可以是有酒學的東西 那我們再可以看下一張 那這是我的博士論裡面 當時我們就想說 有他的療效 我們做其他東西 大家可能都看過牛杖汁在做解酒 其實這一面五杖汁 我的博士論就拿到 我們發現他真的啟動了 因為我們喝酒醉 會產生了瑜圈 中間這瑜圈 瑜圈會宿醉 後來我們就想說 以前宿醉 我們啟動牛杖汁 他可以把瑜圈拿掉 所以變成瑜酸 所以牛杖是解酒 是我們這邊的文章 確定他是OK的 好 那你可以看酒精來講話 本來是沒有喝酒的時候 有喝酒9.3 所以牛杖是6.8 我們是把他喝了四個月 然後偷勞為學歷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剛才獸醫師他講這個 我提了一個想法 這是我個人講的 因為我也是讀藥血系 我也有幫到一個中醫師 那基本上我對中醫有一點懂 但是還不敢 因為中醫師是很複雜的 那我本店還是屬於西藥的 那我一直希望做中西合併 好 中西合併 牛杖汁基本上是一個 嚴格講是重要的 當時我做這個東西來講 其實被攻擊的很差 我把牛杖汁加了疫苗 中西合併 接著我們那時候 反正想要做什麼東西 我想要做針灸 好 那針灸有一個問題 這就沒有在我們的動物裡面 還在建議那個模式 我們實驗室有在建議 把他扎扎扎扎 那個老鼠到底扎了哪一個 在穴還在抓 我們在試而已 我知道中醫院 他們也在做 那我就想說 我不要做一些東西 先簡單一點 我們用疫苗 這次我們康子轉 就自己購出來疫苗 然後這是給老鼠的愛證 結果那隻老鼠的話 如果說沒有電腦的治療的時候 他沒有治療的老鼠 可能是25天 可以慢慢死亡 到29天進步時光 然後給牛杖汁治療的時候 他有他的正面效果 真的可以延長說明 但是呢 加了疫苗 他的說明可以延到110天 其實跟包手附近 以多物來講的話 可以死滅 因果 OK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這是牛杖汁的療效 我們這一個 先把它證得很好 其中這個是碎上面療效 是我們無一重性的 難關跟別人沒有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我們大家知道 中醫裡面就是肝屬 肝屬目 目屬眼 所以當時我們想到就是說 他既然對肝有特別效果 然後對眼睛有沒有效果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當時我在提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眼睛 這個相應對 已經被證實牛杖汁有他 這個效果 然後呢 又是相會造成我們 的環環病變 那肝屬眼就會造成 環環病變 而且鼻子也被證實 所以PM2給我效 那我們想說 牛杖汁有沒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就開始做一個SN2 是由他們公司提供SN2的 牛杖證實 你開始做萃群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我們用的細胞 是眼睛的細胞 跟胃臟的細胞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先陽光照 真的我們換 膽上真的 藍光真的很多 照下去 20要18 全部死 藍光真的很多 我們都沒有想過藍光 我一次聊過藍光 沒有什麼想像 講到說好像很神奇 其實藍光真的很多 一張就全部都死了8.08 好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就給他 藍光自己用起來 那個發言自己測試 發言他真的假像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用的是另外一個發言 藍光也真的假像 不要說他可以一致 膽光的照售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當時想做 PM2電的蒐集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用的像 布蘭環之後有限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就是跟衛生 那個環保機 他提供這個燃料 我們是前台灣省 或許是全世界最多的PM2電 客廳在我們這邊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做劉環汁的萃集物 發現他對他的腕子真的假像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實驗 讓我們知道說 劉環汁目前我們是新的發現 他可以看藍光跟看花眼 OK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這間台嘉心國際 經濟的解說 就是將知和療效 可以改善 好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邀請的是 謝謝